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今天为大家讲述的中国历史名将是,拥历石敬堂称帝,主持后进北伐契丹四年,中渡桥反叛祥辽,灭尽的先锋杜崇威。杜崇威,应必尽出帝石崇贵之会,有名杜威,主上为朔州人,大约在唐末迁居到太原,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 朱崇威的主妇和父亲均为武将,杜崇威早年从军,年少时追随唐民宗李四元,任后唐的护胜军校兼房州刺史,杜崇威受石敬堂看重,因而娶了他的妹妹时事为妻。 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堂割据河东,后应受后梁末帝李从科猜忌,于靖阳起兵反叛,遂遭后唐张敬达大军围困。 杜崇威则积极支持其兄石敬堂对抗后唐。 随后,石敬堂以割帝称臣称儿为条件,请求契丹出兵相助。 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军南下,扶立石敬堂为帝,国号为靖,史称后靖,并帮助其攻灭了后唐。 天赋元年,公元936年11月,石敬堂登基称帝,以杜崇威为护胜郡都指挥使,摇领苏州刺史。 天赋二年4月,石敬堂东巡汴州,并准备迁都于此。 6月,后唐降将,天雄节度使范颜光发动叛乱,石敬堂遣侍侍卫都军使杨光远,即东渡巡检使张从兵前去平叛,又令杜崇威领麾麾下进军囤住魏州。 6月,范颜光部南渡黄河直逼汴州,随后范颜光派人游说张从兵,张从兵也跟着反叛。 张从兵接连攻下了河阳府河南府,并杀死了两位皇子。 张从兵自河南府东进至四水关,随后禁逼汴州。 6月底,杜崇威受命与奉国军都指挥使侯毅河滨向西迎接张从兵。 7月初5日,石敬堂命杜崇威为朝邑节度使,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初6日,杜崇威与河滨率兵抵达四水关,遭遇到叛军张从兵部一万余人。 两军会战,杜崇威等人率军几乎全奸或俘虏了叛军。 随即又攻克四水关,张从兵骑马渡河撤退,落水而死。 杜崇威等人申请了张从兵的同党,张从兵之乱碎平。 杜崇威因攻受为鹿州节度使。 随后,杜崇威跟随杨光远一同攻击范元光。 天赋三年八月,范元光梁静被迫于夜城出降。 杜崇威因攻升任中武军节度使, 兼任世卫清军马步军副指挥使,加同兵商事。 十一月,范元光自运州入朝,杜崇威移振运州, 任天平军节度使,升任世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陈德节度使安崇荣不满石敬堂向契丹称子称臣的政策, 多次挑衅其丹,并密谋联合土玉魂等边境部落 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崇敬反叛。 天赋六年,公元941年12月初二日, 安崇荣得知安崇敬谋反后, 立即于郑州起兵侧印,准备南下进攻夜城。 初七日,杜崇威被受命为昭陶使, 领护圣军等马步39指挥使等人北上欲敌。 12月13日,杜崇威与安崇荣在中城西南遭遇, 安崇荣令郑州军摆出掩跃阵御敌, 禁军接连两次进攻都无法破阵。 杜崇威畏惧郑州兵强打算撤退, 偏将王崇印劝说道, 两军交战,退后者败, 安崇荣的禁兵全部集中在这里, 请大帅分别派出勇士攻击他们的左右两翼, 我为李帅弃丹齐兵, 直吐敌军中军,敌军必然溃败。 杜崇威采拉其建议, 郑州军军事稍多退后, 叛将赵炎之与安崇荣本有限系, 抓住这个机会, 卷起军旗拍马降尽。 安崇荣听到赵炎之叛变这消息, 大为恐慌, 逃到了自动车辆底下躲了起来。 禁军趁势猛攻, 郑州军完全崩溃, 被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安崇荣收拢残兵败将, 退保宗臣。 杜崇威随即又率领大军围攻宗臣, 半夜就攻克。 安崇荣仅以十一距逃回郑州, 阴沉自首。 郑赶上天寒, 郑州死于战斗, 即被冻死者有两万余人。 安崇荣的部下见其无力再战, 不愿再为安崇荣卖命, 陆续有人主动归降。 天赋七年正月初二日, 杜崇威在郑州崖将的帮助下攻克郑州, 屠杀平民两万人, 斩下了安崇荣的首级, 奏报朝廷, 以攻授为陈德军节度使。 战后, 靖庭改郑州为恒州, 陈德军改为顺国军。 同年六月, 石敬堂病逝, 石崇贵继位。 因为石崇贵不愿向齐丹称臣, 双方的关系破裂。 开运元年, 公元944年正月初, 耶律德光分兵两路, 入寇靖靖。 顺国节度使杜崇威, 遂向靖庭飞马迟告齐丹来犯的消息, 并多次求援。 十二日, 石崇贵亲自率进军北上御敌。 二十一日, 石崇贵命刘志远为幽州道昭陶市, 杜崇威为父, 总理北部藩镇御敌事宜。 刘志远随后于袖谷大败契丹西路军, 进军主力, 以接连于马家口, 契城, 潭州取得胜利。 契丹军无功北返, 暂时驻军幽州。 润十二月, 契丹主耶律德光第二次率军大举罚禁。 杜崇威被受命为北面行映招讨抵御辽军。 燃骑被契丹围困于恒州城, 避战不出, 恒州下属九县, 军被契丹攻克。 第二年正月, 行映军张崇恩、 安审记等人在向州城下以和结阵。 主劫辽军, 十五日, 黄甫玉率数千骑兵出侦查, 至夜县, 虽然遇到数万齐丹军, 且战且退, 至榆陵殿, 苦战半日, 双方杀伤甚多。 等到半往, 安审其率军罔救, 齐丹军见势回师北走, 后进军则趁机转手为攻。 石崇贵再次命令杜崇威与其余行营军, 于定州会合, 然后统军北上。 三月, 杜崇威率领行营军北伐, 连克泰州, 满城, 碎城等地。 之后听闻耶律德光将率骑兵八万反攻将至, 杜崇威巨战, 退守扬城, 其丹大军接踵而至, 杜崇威命禁军继续节阵南退。 耶律德光以重兵围困禁军于扬城西南的白团卫村内, 出骑兵断骑两道。 当时北风大骑, 耶律德光命骑兵下马拔鹿角, 便齐为步冲入禁军营阵, 短兵奉战, 并纵火扬城以助其事。 杜崇威犹豫不决, 困手不出。 信德晋国将领耀元福, 黄辅玉等人, 率先领荆旗从营寨西门突击, 福延青等领万余计率后横击, 离守真命步兵, 竞拔鹿角出击。 西丹军未接上马, 就大败而逃。 杜崇威随后制止了诸将的追击, 收军返回顺国。 此后, 齐丹军与次入侵后进北方边境, 并在顺国境内大肆截杀掠落。 但杜崇威只是归缩在横州城内, 对百姓见死不救。 开运三年秋, 幽州刺史赵岩寿和银州刺史刘岩佐, 先后诈降, 要求内附, 请求静庭出兵接应。 石崇威不查真伟, 即命杜崇威为北面行昭陶使, 李守珍为都监, 集合北方诸道藩镇军, 会师广进, 企图先取银墓, 安定关南, 而后进取幽州。 此后, 杜崇威的一再请求增兵, 石崇威又将进军西树调遣其麾下。 11月12日, 进军到达银州城下, 银州城门大开, 杜崇威迟疑不敢前进, 又闻七单将高摩汉已引兵前出, 岁浅偏将梁汉章率领两千骑追击, 梁汉章战败被杀, 杜崇威闻训, 退兵至五强, 耶律德光趁势率大军延义定直去恒州。 杜崇威听闻耶律德光亲自南下, 本欲继续南撤, 但在张彦泽建议下与其合兵, 于本月27日, 西进至恒州城下的忽图河南岸, 河上的中渡桥已被七单军占领, 张彦泽率领骑兵争夺, 七单军焚桥, 两军夹合而阵, 与恒州守军形成对七单大军的南北夹击的有利形势。 行营转运使李谷, 曾劝杜崇威与恒州守军向月举火为号, 在招募赶死之势渡河, 与恒州守军南北夹击七单, 七单必然溃败。 行营重将皆认为此计可行, 但杜崇威拒绝采纳, 并将尼谷调离大营。 耶律德光浅别将萧翰等人从他处渡河迂回禁军之后, 抢仗暖城, 禁恶禁军量道及退路。 12月初四日, 静庭收到杜崇威请求增兵的书信, 但此时京城兵力已经枯竭, 石崇威出于乡信, 仍将皇城的守卫的数百人悉数派往前线, 至此, 大梁城内数位禁军几乎全部派往前线, 使得京城之中人心惶惶。 初六日, 禁军粮草将近, 行营军奉国都指挥使王清, 自请率兵两千为前出, 为大军入手横州开道, 渡崇威应允, 并派行营部军左乡都指挥使宋延军与之同往, 宋延军失利退回南岸, 独留王清部于北岸列阵抵御七丹军。 然而, 此时主帅杜崇威心怀意志, 怯懦俱战, 不许大军寂静, 致使王清所部皆战死。 随后, 七丹军于他处渡河, 将禁军主力远远包围, 禁军士气低迷, 且与京城粮食消息完全断绝。 初八日, 杜崇威与梁静贝为为由, 与监军李守真等合谋举军投降。 耶律德光也扬装许立旗为帝。 初十日, 杜崇威遂挟迫行营将士出降, 禁军将士听闻主将投降的决定后, 大多都惊恶大哭。 耶律德光遂将杜崇威挥下兵马分出一半, 由七丹先奉赵岩寿统帅, 并收缴了归降禁军的马匹和武器, 命杜崇威领着手无寸铁的禁军降族一起南下。 杜崇威亲自引耶律德光大军到恒州城下, 劝降了顺国节度使王州。 王州遂献城投降, 一时间后进朱镇皆望风而降, 七丹军趁后进后方空虚, 指挥南下, 直入大梁, 禁帝石崇贵凤表出降, 后进灭亡。 杜崇威部奉命驻扎于大梁城外的城桥, 时至寒冬, 七丹人并不供给禁军降族的衣物粮食, 禁军士兵苦不堪言, 耶律德光数次担心禁军降族过多, 想要杀福, 最后在赵岩寿的劝谏下作罢。 京都百姓亦受七丹劫掠之苦, 见杜崇威出行, 纷纷咒骂于道。 不久, 有群盗贼截断了潭州的福桥, 耶律德光担心其退路被截断, 遂浅杜崇威领军回到夜城。 后汉天福十二年二月, 耶律德光称帝, 见国号大辽改元大同。 由于辽军的大肆截掠和扣押藩镇节度时, 激起了中原百姓和藩镇反抗的浪潮。 十五日, 刘之远看准时机在太原称帝, 并沿用了石敬堂的连号, 逞天福十二年, 中原各地纷纷归降于刘之远。 辽太宗耶律德光, 以中原人南志, 四月回师北上, 路过夜城时, 杜崇威更是挟妻, 亲自到大帐奉上礼物, 恭送其离开。 天福十二年六月, 后进河洞节度时刘之远, 趁辽军北撤之机, 占领中原建立厚汉。 刘之远对地方实力派杜崇威采取怀柔政策, 摇摆其为太尉, 归德军节度时, 杜崇威拒不受命, 并联合辽军抵抗, 坚守魏州, 直至梁静, 方肃辅出降于厚汉, 被任命为简孝太师, 守太傅, 兼中书令。 前幼元年, 公元948年正月, 刘之远病重, 临终遗言称要防范杜崇威, 故宰相舒逢吉等人密不发伤, 诱杀了杜崇威父子。 杜崇威在后进开国初年, 接年参与讨伐张崇冰, 范炎光, 安崇龙的叛乱, 为维护进出国内稳定有着积极的贡献。 然而, 其在后进队弃弹的作战中, 消极避战, 顺军投降, 并直接葬送了后进的国座。 所以他在历史上的评价, 也是分化两极。 好了, 今天的历史名将的故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谢谢。 请客去我收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